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童心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这堂课的讲师 照理我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可能还是有一些人没有见过我 因为我上台的经验也不多 所以我还是先在这边大概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新竹州的知识 你们可以叫我吴知识 要笑的 就知道要捲舌 你不捲舌就不要吴知识 台语叫做无知识 如果说你不对就变成无知识 所以这个其实称呼只是一个象征 那可能各位可能不了解什么叫知识 简单讲就是州长 就是新竹州的州长的意思 那个我经常在讲 职务的晋升并不代表权力的扩张 而是责任的赋予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今天这堂课是有一点点延续 我之前在初级班讲的那些课程 那我这边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你上次没有听到我讲课的请举手 谢谢请放下 很多呢 那怎么办 那我们还是 也不能说之前讲的再从头再讲一次 那我可能还是大概再稍微讲一下 因为我们要谈到希望与愿景 那势必那是比较属于未来的事情 那我们未来会有很多的期待 会有很多的愿望 会有很多的展望 但是要讲到这个之前呢 我们要先了解到我们的过去 好不好 那我们之前整个台湾的历史当中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六个时代 还是稍微看一下好了 本来不是 这个可能会稍微带过 第一个就是所谓原住民时代 那原住民时代就是包含当时候的 现在的高沙 以及我们的祖先 平埔族 然后第二个就是荷兰人时代 在我们的整个教科书当中 什么都跟我们讲 荷兰人 荷兰人 来到我们台湾 就是只要来掠夺我们台湾的祖山 那不是这样 其实 他那变不那么健康 其实是跟教科书有很大的落差 上次有听到我讲初级班的同学 童馨 可能就稍微忍耐一下 再听一次 或者是加强记忆 好不好 早期在耕种的时候 没有耕耘机的时候 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动物来帮我们完成耕种 牛嘛 就是水牛 那个后面的童馨 我们如果方便的话 要不要集中在前面 方便的话 不然人人散散 因为这还有一支条我看过 那个在视觉上会觉得很怪异 但是不勉强 不勉强 方便的话 我们就往前做 方便的话就往前做 尤其帅哥你笑得那么开心 然后你又不支持我的话 那就说不过去 你看 他引进水牛 才帮我们怎么样 耕种对不对 我们有吃过的恋葡萄 有吗 恋葡萄 宿萄 宿萄 包含 那个山子 土山子 都是怎么样 荷兰人 跟我们怎么样 引进的 包含我们早期 那时候 没有饭人吃的时候 都怎么样 刺什么会 寒籤 对不对 寒籤刺签后 吐冠 我也吃得到 我这年会也吃得到 对啊 寒籤 也是荷兰人怎么样 帮我们引进的 可是你看喔 他这些在教科书上怎么样 完全都没有讨论到 完全没有提到 都说一些负面的 比较不好的事情 甚至荷兰人 他很注重 我们台湾社会的 在这样的问题 你们想看 你们想看 你想看 你如果住在以色列 你就好像要出外面 你就能够走lä Super 如果你 responsibility 他幫你唱 幫你夾 在座公園有很多東西 都是小姐 你想想 這個時候你如果住在什麼 印度 在這個時候 你不敢出門 如果 為什麼 因為 印度 本身他們對女性 比較沒有那麼尊重 所以你如果 萬一你晚上 有三級的時候 你要外出上廁所 你勢必要怎麼樣 結伴喔 你不敢自己出去 因為你自己出去 有可能就怎麼樣 就遇到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然後甚至 不只不好的事情 可能還會被怎麼樣 殺害 那因為在印度本身來說 他們種姓制度 目前還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高 就是 婆羅門 薩地利 守陀螺 肺色 那個不知道是念肺 還是肺 念犬 一個口 再一個犬 那念肺 對 那個就是 所謂比較低賤的奴隸 那萬一 你本身來說 你的總姓 又是屬於 守陀螺 或者是 肺色的話 我跟你說 你如果 安裝去 絕對沒得到 包含現在的馬來西亞 我們不要以為 它是一個民主 民主國家 你看喔 馬來西亞 我大概 去年嘛 去年他們有邀請我去 去馬來西亞 從西馬 東馬 我都有去演講 因為我的本科是在 在醫學方面 在這個方面是慢慢還在 在法理的部分 現在是慢慢在學習 這個演講當中 那我們到西馬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他們船車 一定要 趕緊把安全開關 問那個社會有沒有 趕緊把他打下去 而且 除了說 他們要 把窗戶拉下來 是要 可能要進停車場 或者是 有什麼 呃 腳前的動作之外 其實他們不敢 把窗戶拉下來的 為什麼 因為馬來西亞 他搶劫得很厲害 尤其是針對華人 所以在整個晚上 華人幾乎是 他們在那邊幾乎是 不出門的 那在這邊 我們 各位 試想看看 如果說 你是生活在 那個環境當中 你會不會過得很安然 你會不會很有幸福感 我跟你說 未來我們台灣 漸漸會怕入 那種路線 故意要相信嗎 曾發生一件 讓我們 真的痛心疾首的事情 割喉 有沒有 一個國小女生 又被莫名其妙 怎麼樣 割了兩刀 那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 這個公姓的 嫌疑犯 他是自己去割完之後 他會自首 原因是什麼 跟前幾年 在台南 跟一個國小男童 割喉 一模一樣 為什麼 因為 為什麼 我找不到頭路 我要去給 政府期 今天 民進府 如果沒關係接種 我跟你說 這些事情 會層出不窮 而且會越來越嚴重 為什麼 景氣怎麼樣 從紅燈 黃燈現在是藍燈 憂鬱 景氣是越來越壞 你若景氣越來越壞 是不是社會 治安會好嗎 不會 你要看 一個國家 他的M型社會 差距越大 M型知道嗎 就是說你好的 很好 不好 一直不好 那這個就是怎麼樣 跟政府的制度 有很大的關係 為什麼 官商勾結嗎 台南那個歌喉之郎 他跟法官說 因為我知道 在台灣 如果台一兩個 怎麼 不會死刑 所以說他 他肆無忌憚嘛 後來有沒有死刑 那確實也沒有死刑啊 那所以說後來這個公信嫌犯 他就覺得我也肆無忌憚啊 反正有潛力可循嘛 我台一個沒要緊嘛 對不對 我可以怎樣 去給怎樣 給政府錢嘛 他就是要入那關嘛 吃不用錢飯嘛 我們想看看 未來 台灣民進府如果執政 這種事情有可能發生 扎記有可能 不過呢 因為我們未來 只要是違法 就有兩種刑法 編行跟死刑 就兩種而已 但違規的違規跟違法不一樣喔 違規 你要去 叫法官啊 叫法官 那是正常喔 那如果違法就要怎樣 講喔 編行三天就執行完畢了 死刑七天執行完畢 像這種莫名其妙殺人的 只要是 我有那個機會啦 我會建議說 每天變行 變到第七天再槍斃 這樣有利嗎 對啊 不利欸 人 欸大家小孩都是我們的心甘寶貝 那我小孩只有他發生 我就不吃不睡了 欸你看這樣 我還沒有名其妙 台雕去 還沒有死刑 然後 萬一要判處死刑 還關於一二十年以後的事 我們再來全民再來買單 這樣喔 我們不是阿公啊 對不對 就最近的 最近的那個那個 法官啊 有沒有 一個男性大學生 不是因為自己去爬山嗎 啊 後來那迷路嘛 結果為什麼 去申請國賠嘛 結果也成立啊 那我是覺得 當然啦 你那個父母親 喪子之痛 我們可以體會嘛 可是你知道全世界齁 創下國賠案例最高的齁 我們台灣也第一名的 像這種不平奇妙的事情 欸 他說 他這樣 定義說 是不是很嚴重的 打擊這些 消防人員的士氣 欸 人們沒命沒力去找五十三天耶 那時候又是 露雨 露雨 又乾 又冷 又沒東西人吃 因為你在山上齁 說實在 有時候要找什麼火 真的要碰運氣 可是你看 只是因為這個樣子 然後他會申請國賠 但是 你換個角度來講 之前你浪費這些公堂 你要不要算進去啊 這些人家搜尋了五十三天 這些人力 這些物力 這些資源 是不是要算到他們的頭上 對不對 啊 你不知道合理啊 都不是啊 我怎麼就有國賠啦 如果一天我怕沒好事 拔下去 我也申請國賠 怎麼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們台灣 他很多一些這些制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我請教在座各位 你們這邊 沒有小孩的請舉手 當然啦 還沒結婚呢 別說啦 未來規劃 有打算要生小孩的請舉手 都會有嘛 各位知道嗎 未來喔 有可能你會找不到 婦長科接生 然後耳後 可能你的小孩子 生病了 會找不到怎麼樣 小兒科醫師 你這種醫療資源的怎麼樣 過度浪費 為什麼要講到這些問題 你看 現在整個醫院裡面 衝刺了什麼 醫院暴力 你知道嗎 全世界齁 整個是比平均壽命來講啊 大概像菲律賓啦 比較浪費的國家啦 他們平均壽命大概六十歲啦 現在女性的平均壽命比較高的 像日本的話大概是八十歲嘛 然後男朋友七十歲 七十歲左右嘛 你怎麼知道我們台灣的外科醫師 平均壽命幾歲各位知道嗎 對就是六十歲 跟落後國家的整個百姓 他的生命是一樣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怎麼卡不住啊 我給你告 你知道平均大概喔 差不多一星期這十天 就發生這種醫療糾紛 然後平均大概差不多三十五至三十八天 就會有一個醫師被判刑 然後這個判刑的結果就是什麼 天價賠償 蛤子你是醫生 你可以怎麼樣 就現在醫生在看病喔 都在創衣你知道嗎 都你看他的嘴邊那 那就是什麼 錄音筆 除了攝影機之外 他還放錄音筆 再怎麼樣 自我保護 你看 以前 有人請好 創三回 是不是都早起 哇 趕緊去找 看 有怎樣 沒有 對不對 現在才有人敢過 如果比較好心的 幫忙打個110 算不錯了 為什麼 因為發生這種事情 一個年輕人 一個阿婆 一個阿婆 哪裡路邊 他下去給他救 送去便宜 找起來之後 那個阿婆 跟他說 就是你幫我弄的 我跟你說 這個阿婆 一定要負擔 很大的營過 因為未來 沒有人跟他救 這個王子都算他的 對不對 包含現在 這個所謂 張姓大學生的母親喔 說得很好聽 沒關係啦 哪怕是國賠子 賠一塊錢 我也沒有關係啦 噗 不然你不要勾就好嘛 跟之前那種人家 那種 那種玻璃娃娃有沒有 這個新聞你們知道了嗎 玻璃娃娃就是說 他們那個都 類似有點豬乳 然後骨骼很脆弱 然後不良於行 然後他有同學 每天喔 要抱他這樣上下樓梯 可是因為狗 可能滑倒不小心跌倒 嚇死他 結果 那個家庭 就去跟他鼓 我告訴你 我們台語的教學 現在變一種 你看看 那是非常非常 莫名其妙的事情 可以幫你 幫你這樣做什麼 幫你服務你的兒子 說不功勞也有苦勞 有我們一句話在說嘛 有說打不勞要打破怎麼辦 要賠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看 那個時候 引起到很多喔 整個 那個 對整個這些弱勢團體的捐款 怎麼樣 零耶 因為民民會想說 你跟他嚇死我就是要幫你告 我要叫你賠的 那種 對我來講就不叫做肢體殘障 那個連心態就怎麼樣 都殘障 就代表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社會 破壁 是不是病了 那病了是不是要去治療 對不對 啊你看喔 一個醫生 要把一個病抵好 一定有兩種方法嘛 第一 症狀 抓到 對不對 第二就是 你搖了什麼 用到嘛 對不對 這就對症下藥嘛 好 那你看喔 這個國家社會病了 怎麼辦 一樣找兩個醫生嘛 現在我們國家 有三個醫生啦 其中一個叫做國民黨 其中一個叫民進黨 他們這兩個齁 都是跟他們 怎麼 要為這個環節的辛苦上 怎麼 得到好處 我這兩天看一個環節齁 七十幾歲 來的時候 他就跟他說 因為骨口醫生 跟他說 我的骨頭都崩起 我的骨頭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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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欸這樣齁 你怎麼進來 我走進來 我走進來啊 我走進來 那像他講這樣齁 你的骨頭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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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我怎麼走進來 你怎麼走進去 對 我就開始還沒了 他說你不要沒 因為他也很大 你知道嗎 比如說他一個月而已 三十萬 三十萬有可能住人 假設一個月領三十萬 那個至少要做到六七十萬的業績 你不要以為醫生現在沒有扣大 他們也有扣大 所以說其實他們 為什麼現在很多人會寧可轉職 外科醫師轉去哪裡 沒有啦 診外啦 診型外科啦 診型外科啦 啊就 掛一個這個啦 用我的鋼起來啦 不然 哪裡要用我的大顆啦 還是哪裡用我的鋼起來啦 那比較好賺啦 比較沒有醫療糾紛啦 對啊 像我現在比較猛的 有沒有齁 那做 很靜靜夜夜齁 這個有時候也要上天保佑 我那是很生理的 要做什麼之前 講清楚 說明白 比較沒有事情 那你看喔 那你看喔 你今天要去找到這兩個 那還在體制 體制內的 就是中華民國的體制底下的 他的體制內的 要來治病 有可能嗎 那叫做什麼 疼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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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在怎麼樣 真正正正在掘取 掠奪台灣的資源嘛 馬英九是不會卸任啦 對不對 國民黨 不是啦 國方部 一年裡面 賣幾別的土地 你都沒在看報索 沒在看新聞喔 十九筆 而且是怎麼樣 低價喔 是低於市值 甚至一半 甚至只是三分之一 賤賣 賣 然後他剛好 都去給元大 財團買去 他剛好 都去給幫 幫救一間什麼 加買去 你給他騙笑的 真的那麼 那麼樣的 就是剛好那麼臭巧 他們就可以拿到 那麼樣的 市值 假設26億 定26億就沒人去標 各位可能嗎 我們真的喔 真的 那會 會讓人 起這個疑鬥啦 為什麼要講這些東西 然後 另外第三種醫生 就是什麼醫生 就是我們現在 在座各位 包含爛 我們要用怎麼樣 用法理 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怎麼樣 正常化 你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 初級班最好 高級班最好 我們要很清楚 我們 台灣的國際地位 對不對 是不是日俗怎麼樣 美戰 對啊 我們可以很大聲人說啊 我們是本土的台灣人 台灣澎湖 是美國的怎麼樣 占領區 是美國的 為合併怎麼樣 領土 我們可以大聲這樣講啊 我給各位說一個好消息 這兩天應該 畢書裡面有講啦 應該有講 我們在今年的2月28 第二次控告美國 又加告 流亡中華民國 有沒有 然後 在3月30號呢 美國法院 將這個整個我們 翻譯的整個 控告內容啊 那個傳輸啊 就 寄到那個 外交部 那外交部 他打開 看起來 拿起來看 然後 然後 又把 原封不動 再嚇一聲 再嚇一聲 拒絲 阿公啊 你有 當他們 我說他們的頭部 也算一流 就有這種頭部 這會把我們台灣撥到這樣 對 我跟你講要下拒絲嘛 然後 美國的法院 他就跟他講 沒關係啊 你繼續說沒關係 在5月30號之前 如果你不提出 答辯 我們就以單方向訴訟 但是呢 當時候我們不是 不只告中華民國 又告 美國對不對 所以國務院在4月17號 就提出答辯了 然後 美國的法院說 就要求我們在5月17號之前 要提出抗辯 但是我們秘書長真的是 厲害 他知道說 這劉房政府很肝 一定在想 我先等你出交 出交之後 我再來幫你 對 對 所以說 不過我們秘書長真的 比較 齊高一座 他就跟歡迎說 沒有 我還要等 等 我們 比較慢 我們才要抗辯 這樣 所以說 在5月28號 就是前天 隔禾 那個 隔禾 那個 那個 那天的隔禾 流行政府 流行政府 就已經 提出 答辯 然後答辯 就有4個字 國家免訴 我請教各位 中華民國 那不是一個國家 不是嘛 他甚至 連一個 國際社會承認的政府 都不是嘛 對不對 那不是的情況之下 你就用什麼 國家免訴 啊 所以說 那叫做 我們 如果 沒有 提出 答辯 我跟你說 我們的訴訟案 可能還會再 脫 可是 只要你一提出答辯 這個訴訟案 就怎麼樣 成立 所以說 我們在6月17號之前 怎麼樣 就會完成答辯了 所以這個 這個消息對我們來講 是 非常非常 好的消息 就代表說 我們未來的希望 怎麼 跟環境已經怎麼 看得到 我們的期待 我們的願望 看得到 前幾天 今天 我有去 拜訪一個 黨外聯席會的一個總召 那 他也有 來我們民政府 上過 初級班 也上過 高級班 因為 那期的目的 當然是因為 現在我們請全力 要把整個 郡的 整個 郡務啊 整個郡議員 要完備 因為我們即將面臨執政嘛 所以郡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面對整個 百姓是第一線啊 我們就去他拜訪 當然是希望 說 他可以再介紹 更多 像製作公園這樣 這麼有智慧 這麼有福報 這麼肯犧牲奉獻的人 進來我們台灣民政府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 談談談談 他跟我說 我們台灣 到現在就是 這個市民地 我聽一下都三條線 殖民地啊 他上過初級班 上過高級班了 他怎麼還認為說 台灣還是殖民地 你看 可見 深的流亡政府 他在整個洗腦的功夫 真的太深刻太深刻 所以我也很怕 萬一今天回去之後 萬一在跟對外面講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就是市民地 那我覺得 哇 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幾天 的這些講師 可能要接受憑刑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 我還是必須 在整個 為什麼我前言 有講到 那個回顧與省思啊 有沒有 我就要談到這個部分 所以請容許 我再用一些時間 來跟各位報告一下說 台灣的整個國際地位 以及它的主權 也是如何建立的 好不好 我們都知道嘛 一百九十年 那一年發生什麼會 家務戰爭 對不對 隔年 大清帝國 失敗 簽訂了馬關條約 又稱為下關條約 為什麼 因為下關 是在下關簽訂的 對不對 所以從那個 簽訂的時候 簽訂合約 當時候 將台灣跟澎湖 以及怎麼樣 遼東半島 割讓給誰 不可以說日本 日本天皇 這樣記了 這很重要 不是掛日本 因為日本它本身是 元首二元字 日本天皇 降落到什麼 收入款 日本政府 降落什麼 抵禮款 這樣有清楚嗎 所以說 東一中 台灣 跟 遼東半島 割讓的時候 是不是 他開始要做什麼動作 要簽訂 那不是這樣 因為那個時候台灣跟 遼東 那個時候 那個時間點 確實是什麼 職民地 正確的講法叫做拓殖地 因為那時候只是一些漢人 在整個 整個西半部 你有沒有看這個地方 你知道嗎 當時候整個在黃羽全土 就是康熙皇帝那時候 有個大臣 他做了一個黃羽全土 在他們整個把鄭成功趕走的時候 就把整個台灣 那個時候就像這樣而已 就這塊而已 是不是旁邊那塊沒去 有沒有 這塊沒去啊 就是只有這裡而已啊 有沒有 就這個地方啊 當時候只有這些 這些土地而已啊 所以日本廳 一定要派兵進來嘛 所以那時候 日本天皇說 啊 一頭是動作說 整地都他們的啦 結果來到台灣 就發言說 不是耶 去讓 清朝風帝拔 你有沒有啦 只有這塊而已 所以他必須要用什麼 開始要怎麼樣 要做 主權的怎麼樣 建構 那一開始他想說 台灣就這麼一點大啊 我大概用一個禮拜的時間 就可以怎麼樣 完全征服了 結果他 沒想到說 我們 我們 本土丹人 高沙 平埔族 你們知道 日本天皇 他在那 就在日本 他有 五個最精銳的師 派出最精銳的兩師 進來建構台灣主權 就是什麼 要征服 他發言說奇怪 怎麼會這樣 這麼 這麼樣的 頑強 這麼樣劇烈的抵抗 當時候你看喔 台灣跟澎湖跟遼東半島 你知道 日本人齁 在遼東半島 多久就整個 掃平 你知道嗎 三個月 結果 日本人 在我們台灣 用 十年的時間 建構主權 你有知道說 我們的祖先 那是多了不起 他們都抓什麼 抓番刀 抓菜刀 這樣 他們就覺得 很不可思議 當然 台灣的地理環境 跟氣候 也幫了我們很大的忙 最近我有說過 台灣是一個 什麼島 叫什麼島 哎呀 你有聽過 還說蓬萊生島 過島 因為那時候怎麼樣 因為台灣地處 濕熱 所以衝刺的怎麼樣 傳染病 那時候很流行什麼 瘧疾 麻辣 禍亂 還有所謂傷痕 就現在怎麼樣 那個 感冒發燒 疫情叫做傷痕 那其實就是什麼 傳染病的意思 所以 他們來了 除了戰死之外 其實他們生病死的 是比戰死的怎麼樣 要多好幾倍出來 結果沒辦法 日本天皇 只要用他們皇族 這個公主 和這個 酋長的兒子 怎麼樣 通婚 然後慢慢怎麼樣 這些才怎麼樣 平息下來 才真正的完成 主權的建構 所以在1937年 4月1號 才實施什麼 黃明化 才實施黃明化 然後一直到1945年的 怎麼樣 4月1號 在台灣跟澎湖 實施什麼 民治憲法 所以從1945年的4月1號 那一天起 台灣 澎湖 就是日本的什麼 內地延伸 從那天開始 我們就是什麼人 黃明化 就是日本人的兄弟 這個 這個本身就是 台灣整個主權的架構 的一個建立 它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 這個要記得 沒有到時候 台灣現在是民地 那個就很 那個就很 很不好 我們剛才有說到 在台灣的歷史 我們大概可以分成 這幾個階段 這幾個階段 以鄭成功時代 跟國民黨政府時代 其實他們都一樣 鄭成功 在我們的教科書 都跟我們說 他是什麼 民族英雄 結果他對我們台灣 有什麼貢獻 也沒有 因為這之前 我都說過 因為當時要 要說也不是 不說也不是 所以就變成 所以我大概會稍微 稍微提一下 你看 然後你看 蔣介石來到台灣 他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反攻大陸 對不對 以前那種情質說 反攻大陸 以三民主義 統一什麼 中國 然後反攻抗 生惡殺豬拔毛 對不對 這以前這些口號 我們都朗朗上口 可是 我們一直覺得很奇怪 蘇惡怎麼有什麼關係 那是他們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事 蘇惡有什麼關係 其實這個部分 還是跟奉天有關係 當然這個是題外話 因為 共產黨會做大 其實就是在整個二戰以後 蘇惡接收了日軍 在整個東北 東三省 就所謂 那個良東半島 就是重裝武器 他把這個重裝武器 全數交給怎麼樣 毛澤東 不然毛澤東已經 打到西安了 當然這個和整個國民黨 他做很多錯誤的事情 這都有很大的關係 上次我們大概就談到整個 比較清楚的就是 荷蘭人時代對不對 我們現在大概談一下 日本的統治時代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 教科書 從以前到現在 都教我們什麼 那 仇日 反美 對不對 再談到整個 日本人統治時代 我們大概可以把整個 當時候的列強 所採取的殖民政策 我們大概可以分成怎麼樣 三種方式 這個我上次有講過 我們這次再稍微談一下 第一個 西班牙的掠奪型的 就是說他完全沒有要建設 他去到那裡 就是為什麼 他有所有需要的主權 不主 拿走 就是這樣而已 第二 英國的榨取型 我舉個例子 英國當時候在整個 在印度他們有殖民 然後印度產棉花 他就把棉花怎麼樣 運回到英國 然後把它製成成品之後 再高價賣給誰 再賣到怎麼樣 印度去 所以這叫什麼 炸取型 另外一個就是 日本什麼樣 投資型 日本人 他為了 證明說 他確實是有殖民的能力 所以他 他在我們台灣 投入 低流的人才 投入大量的人力 跟物力 為了要怎麼樣 要來證明說 他比較適合 做到 這個工作 你看 我們這邊看到一個 這個厚騰欣平 他是一個總督喔 而且他怎麼樣 他也是一個怎麼樣 醫師 他是有非常非常的 金氏 金氏濟民的那種精神 他來到我們台灣之後 我們現在要去 申請戶籍藤本 我們現在要去 比如說我們申請我們ID 是不是要到戶政事務所 去申請我們日治時代的戶籍 對不對 我跟你說 戶籍 地極 地極 就是地震資料 就是什麼 厚騰欣平 幫我們建立的 因為當時 國民黨來到台北的時候 他也發現說 喔 為什麼我們的整個戶籍 可以建立了這麼完整 就是這一個人的功勞 當時候的整個投資的環境喔 非常非常的惡劣 所以他就引進怎麼樣 山林跟山景 進來台灣怎麼樣 做大型的怎麼樣 建設 而且上次我有講過喔 一個政府 對整個投資 有兩種 它是非常非常 等於說不划算的 第一就是 衛生跟醫療 第二個就是什麼 教育 可是在這個部分 厚騰欣平 他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在那些年以後 我們本土的台灣人 平均壽命 沒有到30歲 因為我們剛才有說到嘛 那時候的整個環境阿 衛生阿 它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所以才那個時候 開始怎麼樣 幫我們引進怎麼樣 是來水 建立我們的衛生觀念 而且 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有醫院了喔 他把它分成怎麼樣 一般的病院 就是說你如果一般打病 就這樣一般這樣 去這個病院看 那如果說你是傳染病 他怎麼說到喔 有沒有 那個什麼 瘧疾阿 禍亂阿 傷寒阿 他還區分了什麼 傳染病的怎麼樣 病院 而且他還有分什麼 肺病的病院 肺部的 肺部感染的阿 病院 還有什麼 精神病院 這個就是怎麼樣 厚騰欣平 他把我們整個衛生的環境 跟建立得非常好 而且 有一件很重要的 你說 不管是整個 在整個殖民政策當中 我們都聽到 英國 西班牙 荷蘭 他們都是 針對怎麼樣 他們自己人喔 可是在整個日本人 在統治台灣的時候 他對我們這些事怎麼樣 一律平等 他不會說 阿 我破壁阿 我是日本人 我現在可以去這間便宜看 阿你是男人 你不能來這間便宜看 他沒有這個樣子 一律平等 一律平等 我們現在都有聽到很多什麼 水產試驗所 有沒有 農業試驗所 試驗所 有沒有 林業試驗所 其實 都在想炸想炸經情 就是怎麼樣 厚騰欣平怎麼樣 幫我們建立的 所以這個人是一個 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人 他對我們台灣的貢獻 真的是無可抹滅 當然有很多人 我只是舉這些 比較 對台灣的貢獻 比較大的 我們都知道那個 那個巴藤是寫錯 巴田 巴田語依 巴田 對不起 那個可能要改一下 那個是田 巴田語依 不是巴田語依 田 那個田地的田 他是一個很年輕的怎麼樣 土木工程技師 因為我們知道 以前的嘉南平原 以前的嘉南平原 他叫做春天田 就說 他有露荷 有水 這有辦法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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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巴田語來到台灣之後 他勘查我們的水力 所以第一個 他蓋了什麼 烏山頭水庫 可是在那個時候 他就已經 預測到喔 這個黑山頭水口 蓋了 五十民一遙 一定會淤積 所以在整個 那時候 他蓋好烏山頭水庫的時候 就已經 在計畫怎麼樣 新建什麼 真溫水庫 因為真溫水庫 是烏山頭水庫的五倍大 真溫水庫 是在1973年的時候 竣工的 那這個部分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什麼 水路 什麼叫水路 就是說 你今天水庫做好 第一 你是不是有集水 對不對 你沒有集水 他水庫就沒有作用了嘛 第二 他這個水庫的目的 就要做什麼 灌溉 所以他又在嘉南平原 又計畫了怎麼樣 又設計了 很多怎麼樣 水路 就是我們現在的 嘉南大郡 嘉南大郡 因為我們去想看看 其實這個工程是非常非常的浩大 根據他們整個去 去勘察 計算的結果 他的總長 嘉南大郡的總長 是萬寧長城的六倍 萬寧長城的六倍 估計他好像一萬六千多公里 那你看喔 當時候是 由我們本土台灣人 拿圓敲 去哪 去搖那個狗 量他的高度 量他的深度 可是他的水泥呢 完全是怎麼樣 從日本怎麼樣 引進過來 從日本這邊引進過來 所以說這個八田魚 對我們整個 建國台灣的發展 怎麼 也有很大很大的抗憲 後來我們現在看到那個基隆籍 有沒有 我們以前都跟他 聽到有載來米嘛 對不對 早期台灣的米是載來米 就是因為這個基隆籍這個人 他用了十年的時間 去研究什麼 稻米的改良 所以後來才會有什麼 蓬萊米 就是所謂這個基隆籍 這個人 他把我們改良的 這個齁 這是一個日本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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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人 他雖然是警察 不過他很少八世 他在當中 現在還用一個廟 在祭拜 然後他對我們本土台灣 有什麼貢獻呢 第一個 他非常非常注重教育 其實日本人本身 本來就對我們非常注重教育 可是 他又寧可 花他自己的時間 他辦什麼 私俗 在教育 我們這些 本土台灣人 第二個 當時那個環境 比較困苦 所以說他就直接上書 跟總督講 說 你要做什麼建設 你要做什麼補助 你要做什麼改變 讓這些八世 身外更好 結果那個時候總統 令人說 他用這種延遲 怎麼樣 煽動百姓 造反 其實是他 他是為八世 在接受 對 結果 那個總統 五歲他的用心 他就很生氣 你知道嗎 自己怎麼樣 切腹自殺 所以後來 東石的人 為了紀念他 所以把他蓋一個廟 他在供奉他 叫做慈愛公 慈愛公 慈愛公 慈 那個 利益的 那個 怎麼講 一個 養我那個慈 慈啊 慈啊 慈愛公 他有跟 等於說用 這個蓋一個廟 然後再那個 再紀念他 然後我們接下來 講到 這個名死元樂郎 他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 一個驚醒 真的是非常非常 令我們 敬佩 也感動 那都 日月潭水庫嘛 日月潭嘛 日月潭就是他興建的 而且他對我們台灣 除了興建日月潭之外 他又引進什麼 水利發電 然後把我們整個教育 做到最普及 然後甚至辦什麼 夜間部 因為要怎麼 很多日期都要怎麼 做工作的人 對不對 很多白天都要工作的人 他沒辦法 整個去上課 所以他就利用怎麼樣 晚上的時間 辦通識教育 然後來教育這些文盲 有一次他在整個回程 要回去日本宿直 因為你來到台灣 你有做什麼建設啦 做什麼報告啦 他們都要回去日本 去那宿直 結果回去之後很不幸 就生病 然後就併僱了 然後在併僱之前呢 他跟媽媽說 他說 你把他送回來台灣 我要葬在台灣 所以現在台地都要你知道嗎 現在以前的 那個臨申北路 14號15號公園 就這一個 明石圓二郎 就這個明石圓二郎 所以說 這種人這裡是不是真的 真的要怎麼樣 愛我們台灣 不是像我一些人啊 啊 我很愛台灣啊 台灣是我的母親啊 啊 台灣如果有來 我就第一個 先走去美國 因為我拿美國的綠卡 你知道嗎 中國人的特點就是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日本人 日本人進前的時代 是不是青條的時代 對不對 日本人 不來到台灣的時候 那個時候 有兩個人 就想怎樣 拍拍屁股先走 我們都聽過 一個叫做秋風夾 一個叫做唐錦松 我先走比較快 你八歲會死我嗎 下面沒關係 這個 人家 也做了不起 也是很了不起 那在日二戰爭的時候啊 整個德國那時候是皇帝喔 讚美他說一個人喔 可以抵過二十萬大軍 明時元老人 他兒子 我們還聽過古靈頭大戰嗎 還聽過八二三砲戰嗎 教科書都跟我們說得好 他們在外國不去做什麼 打 對不對 補給金門媽祖 所以 讓我們 台灣八世 岩基六頁 那不是這樣 不對 還跟我們騙 我跟你說 是明時元老人 他兒子 協助 那時候有一個 他們一個叫 湯什麼的 在打贏 古靈頭大戰 才打勝 八二三砲戰 你之前呢 那時候我聽到蔣師這樣講 他說其實八二三砲戰 是日本人在替他們打的 那時候我也覺得奇怪 才有這個東西 我有去查 去查這個 查這個資料 後來才知道 確實說 喔 原來就是 就是他兒子 替我們 打了這個 這個腎臟 當然是 因為日本人 對我們的建設 那是 很多 很多 甚至 包含 日本天皇 都 覺得說 你們這樣 繼續在台灣的建設 對他來說 是那種壓力很大 因為他要提供大量的整個物資 要提供一流的人才 要提供一流 錢財 包含我們 我們知道的海線的縱貫鐵路 有沒有 也都是日本人幫我們興建的 早期那時候 流民船 在整個號稱台灣 是全中國第一道鐵路 也是只有從基隆到哪裡 到新竹而已 所以從新竹到高雄 也什麼人替我們去的 對 也是日本人 所以 當時候如果沒有整個日本人 幫我們做這些基礎建設 我跟你說 台灣 今天 也不會這樣 還有很多 包含 那個基隆 工庫 我們就看到 有買新竹的論嗎 有沒有 你去看新竹的論 裡面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個包含宜蘭 包含現在的萬華 都有機場耶 不是 我們現在看到 想到 這樣 很簡單耶 所以說 它的基本設的建設 其實都是沿襲的 整個日本 留下來的 這些基礎的建設 如果沒有日本人 對我們的建設 對我們的幫助 我們台灣人 不會這樣 我們想看看 如果當時候 當時候 在整個1895年的時候 如果說是 日本戰敗 台灣 一樣是 給誰佔領 清條啦 一樣是清條嘛 你看 中國人 本身對於 我們 偏遠地方 因為 自古以來 整個中國就是 中央集權 對不對 都是皇帝 至上嘛 都是中央集權嘛 所以說 它對台灣 這種地方 它會不會很看重 不會 中國有來台灣 都派什麼 三流人才 主要是什麼 真的 就是要怎麼樣 榨取 掠奪 台灣的資源 它不會 它不會讓我們 像日本這樣 把你們交易得這麼好 當然 也不是說 完全日本都 都是很好的 它也是有的目的 它主要 為什麼要建設台灣 就是要當成什麼 南進的基地 當成南進的地 南進 它要為那種 外南啊 為那邊下去 當成南進的基地 然後另一方面 它也是要讓整個 歐美列強 知道說 我 也是有那個能力怎麼樣 知名 現在已經55分了 所以我們第一堂課 就先到這邊 休息一下 那我們可能就 8點5分 我們再繼續第二堂課 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